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其實我們一個年紀輯 我們都在說腦退化症 腦韌症癌症等等 很多藥 其實有沒有一些辦法 可以讓我們幫助到 增加到我們大腦 腦袋的運用的情況 其實很簡單 有一個工具很便宜 我想幾十元都買到了 是的 好了 那這是什麼工具 這些工具可以做到什麼呢 這個工具可以增加你的記憶力 改善你的學習能力 還有可能會減低你老人痴癌症的風險 幫助你建立多些肌肉 控制你的體重 改善你的餘肚素敏感度 即是減低你的糖尿病的風險 還有會減低你的心臟病的風險 以及改善你的免疫能力 OK 做這件事你知道很簡單 不用做運動 肌肉不用動 最重要是不要動任何肌肉 這是什麼 真的有這麼簡單的事 快點告訴我們聽眾聽一下 是什麼 這就是你的枕頭 枕頭 知道枕頭是做什麼的呢 不是只是打枕頭 沈一滴打架用 是 最主要枕頭是用來睡覺的 OK 很多研究顯示 足夠睡眠的好處 是有很多好處的 還有 什麼叫睡眠的時間是最好的呢 其實研究發現 平均一個成年人來說 大概七到八小時一晚 OK 但很多人都不足夠的 估計在美國這個資料 美國大概有20% 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長期不夠睡 即他不是間中睡少了 他說長期 長期是不足夠的 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 長期的不足夠睡眠 不足 不單要影響整個人 我剛才所說 其實很多身體方面的事情 都會受到影響 但最重要是影響你的腦袋 嗯 OK 那麼 那麼 我們有些人就是 常常睡覺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程序是會 不對的 嗯 例如晚上不太睡 那麼 到日後就整天黑眼睡 是 OK 其實這些 日後的黑眼睡 通常因為晚上睡得不夠 或者不好 其實是一個顯示 其實你已經出現著老人癡癌症 嗯 這是一個症狀來的 嗯 那麼 那麼 有時候你會看到很多老人家都是這樣 日後呢 他經常在這裡睡覺 坐在那裡有鐘眼睡 無聊 坐在那裡有鐘眼睡 那這個就不只是這麼簡單 原來呢 當你的日後都很眼睡 其實是顯示 你身體某一個 我們叫做物形模式的網絡 或者身體有區的 有一組的腦裏面一組的區域 他這個呢 就是幫助我們 就是處理外來的那個 就是 他當我們不需要處理外來的活動的時候 那這組的神經系統 就會做 就是活躍起來 當然這個活躍 通常很多時候 就會幫助你做內省 以及分析你自己的行為 很多時候的人呢 在發夢的時候 就會搞這些 會夢到一些 日有寫思 日有所思 日夜有所夢 這些這樣的情況 那麼研究發現 其實這一區的 物形模式網絡 我們叫做 Default Mode Network 這個的干擾 其實是跟我們的腦袋 開始有些斑塊出現有關的 那麼大家知道 這些腦的斑塊 其實是什麼呢 是一個 老人癡外症的標誌 所以 通常呢 就是當老人癡外症 開始發覺 他自己的記憶有困難 其實呢 腦袋的斑塊 和睡覺不足 就會很快 會導致腦退化 所以可能就是 那些長者 那些的時候 他就那個 那個 Default Mode Network 那時候 日休息的時候 就好像發生了 看到他們在中間睡覺 但是到晚上的時候 就變成了 他們又睡不到 這樣 總之是 就是亂了 搞亂了 生命始終搞亂了 這樣 那麼 還有一件事呢 就不單止你的腦袋 是需要睡覺的 你身體那個脂肪 就是那些脂肪細胞 脂肪細胞 都需要足夠的睡眠 OK 你知道身體的脂肪 不是說 好像很肉酸 肥肥腾腾 其實這些細胞 其實是很重要的 OK 因為這些細胞 如果是 處理得不好的話 那當然呢 你就會有肥胖的危機 還有很多時候 就有糖尿病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 這些脂肪細胞 脂肪的 組織 身體 其實它的功能 是儲藏 和釋放能量 在一個儲藏的狀況 這些 所謂的脂肪細胞 就會將我們身體裡面的脂肪酸 和油脂 在我們身體的新層 缺越重環 拿走 OK 因為不然 這些脂肪酸 可能會造成那些 傷害 組織的傷害 是 好了 但當我們的脂肪細胞 是不能夠 回應 或者應對 胰島素的訊息 這些脂肪就會流走出來 由我們身體的 纖維細胞流出來 走入我們的血液循環 於是便會有很大的問題 大家知道 血液的血脂是一定要受控制 不可以太高的 他們的研究發現 如果你每晚 只睡4個小時 是水不夠 如果你每晚睡4個小時的人 會減低胰島素的敏感度 脂肪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會減低30% 所以很多時候 它會導致你本身的體重 改變了 變成肥胖 所以睡覺 其實不是說睡得多就會肥 其實不是 睡得不夠 睡得不好 脂肪細胞就會出現問題 導致你的肥胖 不單止 我曾經所說 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 就會導致你身體的腦袋 那些斑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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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未必可以每一天睡7至8个小时 所以导致,每个人都趋势,又要减肥,又要做运动 有些人想着,以前小时候也是说,睡得多会变肥猪 所以让人们想着,不要长期睡这么多靠 简单来说,睡眠是帮助你控制体重 不单是帮助你防止老人痴呆 所以这已经有多方面的研究 其中新加坡也有一个研究 他们对一些66岁的长者和老人家做一个长的研究 在研究中,他们发现那些人睡得越少 他们的脑子越容易出现老化的迹象 是 好了,睡得越少的人,记忆力会变差一点 而且他们发现,脑袋里有些细腻的空间 这些空间通常有很多脊髓的液体 如果这个空间越大的时候,你的脑的功能是越来越弱的 即是你的脑本身的物质是少了 变成了这些脑心室的空间就越来越大了 这是一个问题出现的迹象 这些研究都很明显显示 我们每个人需要足够七个小时的睡眠 他们有一个做的研究 就是用电脑来考他们的心智测试 如果你睡处七个小时,这些测试通常做得不错 否则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在这方面,他们也研究看到睡觉 我们睡觉当然要一个高质素的睡眠 早间房间一定要全黑 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尽量在睡房就不会开门 有很多人就拍黑 所以床头的灯开了一点 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 有些对小时来说 有些对小时来说 小时来拍黑,有时就会说 你不用怕,就直接开了一灯 其实到他们身体的睡眠的质素有影响 当然睡房就要比较静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时香港人的环境始终很吵吵 有没有办法就带个宜室 香港这些宜室很容易见到 在航空公司,我们长途机也有这些宜室送给大家 即是七个宜室 还有房间也不会太焗 稍微冰一点 这是一个最好的环境 但是他在美国Oregon大学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国际性的研究 他发现年龄高过50岁的女性 通常睡觉的问题是比男性多 最重要的睡眠时间是6至9个小时 如果那些人睡觉比6个小时 或者太多,比9个小时 他们的脑袋测试方面都有问题 即是睡觉不可以过长,也不可以过短 为什么女性会这方面会有多些问题呢? 一个可能性就是那个筋燃期 筋燃期有时候可能身体有些变化 有些人潮烈或者不适 还有很多时候就是膀胱 即是可能要起床、小便 还有很多情绪的不安 或者有些女性可能老公早死 变得她变得孤独 这些都是一个导致 为什么很多年纪大的女性 她睡眠质素比男性差一点 还有她在加州大学 她发现很有趣的 她说如果你睡觉不足的人 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记忆 就是她做了一件事 她们就没有事 有些睡觉不足的人 测试就要告诉她 你有些曾经见过 发生过某某某某事情 发现如果那些人睡眠不足的人 很多时候就会被人骗到的 是的,好像是真的 其实是没有的 很清晰 如果你的人睡眠不足 会出现很多不同的问题 你的脑袋会随着燃灵 你的记忆问题会很快 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这里看到 我们要预防 就是我们的脑袋的衰退 退化 其实是足够的 高质素的睡眠 是很重要的 高质素的睡眠 这样就可以令到 我们脑筋清醒 刚才说过 就算不用做运动的时候 也可以令到我们 肥脂肪细胞 就会均匀一些 就不会令到我们出现肥 反而肌肉各样东西 都可以保存 维持得很好 还有最重要 就是令到我们的记忆系统 是会发现得很好 就不需要那么早担心到 就是那个老人之外 如果想睡得好些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陆创意 那里有那张 接地器那张床单 可以帮助大家 去做睡眠 那些东西 不需要 想要睡觉好的时候 又去吃肉 这些就不适合了 之前我们说过了 这是一个很高质素的 睡眠的方法 来的 多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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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